哈利路亚,保佑的掌声归给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愿你平安 你是救国世界的宣教士 你们必占领那地 我们真的哪怕只活一天 你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而活 成为这样有价值的人生 用处的民主愿各位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 唯福音这一点救活所有人的人 就是拿着福音这一点 能够救活所有人的人 我们以这个题目一起来分享话与恩典 马太福音25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内容 拿着三个比喻 完全没有得到救恩 只是拿着灯 就是有这样的存在 这是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呢 如是神儿女的这些人呢 他们没有办法做福音运动 神所起的福音 如果说拿做买卖来做的话 那么就必定可以赚到有利益 但是因为不知道福音 所以把这个藏在地底下 不仅不能剩下 到最后还会受到审判 话也告诉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一点 然后今天我们所看的本文内容呢 就是教会里面有山羊 还有绵羊 会在教会里面共存 这里面有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 其实虽然拿着灯 但是却没有准备油 结果就是告诉我们要去准备福音 而且拿着灯连这个比喻 拥有福音 必定就会结出果实 话也告诉我们是这一点 而且拿着绵羊与山羊的比喻 拥有福音的山羊 虽然做的是小的事情 但是却能够救活很多的人 这就是主做的 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那么在这里面所说的话语 就是什么呢 结果就像我们的题目一样 维福音这一点 救活所有人的人 我们和那教会所有的圣徒 真的哪怕你们主活一天 但是却能够成为永远的门徒 接触的门徒 就只要拿着福音这一点 你们就能够享受 救活所有人的这个祝福 愿我和各位都能够进入这祝福 你们主的名祝愿我们 今天神也呼召我们为神的儿女 所以当然我们必定就会得到英语 今天对于我们而言 有最高的事实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得救的事实 与我的努力没有任何的关系 神与我同在 正因如此 不断地兴起基督的事工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步每一步都会彰显出来 这样的祝福 在我们的每一个脚步当中 是否真的在显现出来呢 我们要去确认 当你去确认享受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人 因为福音这一点 就能够去救过所有的人 他会享受这样的祝福 那么拿着福音这一点 能够享受所有救过人的这个祝福的话 那么首先的本位一点就是什么呢 以唯一性的福音 邀请拥有千千万万问题的我们 我们对这里要有确信 因着我们拥有的这唯一性的福音 在这世上能够解决 千千万万的问题 我们对这一确信要拥有 对于我们而言 虽然我们问题千千万万 在这世上过人生 所有的人生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其实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千千万万 但是这里面的原因只有一点 所有的人问题的原因 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是属灵存在的我们 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属灵的问题 这属灵的问题 就是创世纪三章的问题 创世纪三章的问题 就是离开神的问题 因为离开了神 陷入赞阳 撒旦 地狱背景 过着自己的人生 这就叫做属灵的问题 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人们在一起的问题 事件或者事情的时候 就是错误的分析 那么问题的解决 也不可能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不知道问题的原因 分析的这个本身也是错误的 而且对于问题分析的解释 也全是错误的 那么就不断的就面临困难 问题 耶稣告诉我们说 看到这些人群 看他们可怜 然后说什么呢 他们如同困苦流离 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因为就是没有 不知道属灵的问题 所以为了解决 去不断的挣扎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 怜悯可怜 只能困苦流离 如同没有羊的牧人一样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语 各位 对于自杀的人 他们不是随便就自杀了 我们说要阻止他们自杀 这个不可能是 对于自杀问题的解决方案 然后又说 对这些大型的事件 还有大型的事故 所发生的这些背后的问题 不仅是大型的事件跟事故而已 而且反复的失败 人在这些大型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这里面必定有跟过来的 属灵背景 凶狠的撒旦 因着他的作为 所以发生了这些属灵的事情 实际上警察也好 还有什么 这些抓犯人的 法律也好 政治也好 他们不知道属灵的事实 只说肉身的部分 其实所有问题的背景 就是眼睛看不见的 属灵问题而发生的 话也告诉我们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主跟我们说 凡劳苦但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但是我们却不来到主的面前 人过着困难的人生 然后自暴自弃 最后又去忍耐 或者又拿出别的方法 要去解决 挣扎 我们的人生就看到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的神 对于这属灵的问题 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的神 给了我们完美解决 这问题的道路 这个道路的名字就叫做 耶稣基督 创世纪三章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为天 与软弱的我同在 那么所有的一切 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胜利 这创世纪三章的问题 能够解决的唯一的名字 就是基督 基督以真祭祀展而来 把我和各位 本来要求面临的诅咒栽殃 但是他却在十字架 完全定上了 所以罗马书八章二条的话语说 让我们从生命 让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律里面 释放出来 因着圣灵和生命的律而释放 撒旦总是让我们 在罪与死亡的律里面当中 但是基督完全击溃了撒旦的头 在基督里面的我们 结果成为了真正的胜利者 神祝福了我们 这就是成为真王的基督 所成就的事情 因为离开了神 我们的基督 以让我们与神见面的道路 因为这位基督 我们可以与神见面 不及与神见面 而且神会与软弱的我们同在 正义如此 我们无论任何的问题 困难或者状况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答案 也可以看到道路 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办法 不得不胜利 过上这样的人生 真的各位 你们要知道 创始三段的问题 因为基督已经完美地结束了 在我们软弱的人生当中 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 当你领悟的那一瞬间 因你就开始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一切问题的答案 还有看到一切问题的道路 就像大卫就可以告白 这样的内容 十篇二十三篇一节的内容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这告白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问题当中 能够看到答案 可以看到道路 所以我们就能够做这样的告白 本事被抓为奴隶 在这样的现场 约瑟 因为神与他同在 所以他就摆事顺利 话语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 还有菲律比书 4.13的话语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 再次说明 因为与软弱的我同在 我只要在这主里面 在这基督里面的话 那么我什么都可以做 话语告诉我们 是这样的事实 我们接待基督 拥有基督的我们 就是拥有了一切 格林多后书 六章世界的话语说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 所以实际上 所有的英语与证据 神会分明地向我们显现出来 当然我们每天要去感谢 也会分明地有新的力量 而且别人看我的时候 因着我 别人都能够得力量 所以我们因为拥有福音 这福音拥有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 在作用信息的时候 就能够成为救回一切人的传道者 我们会被在这里而树立 今天本文内容里面出来的 山羊是知道福音 也是帮助这些拥有属灵问题的人 他在一切的事情上成为了救活人的事情 不仅是救活人 而且结果因此 就是招待主一样 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本文内容的 含的深意 那么相反的 绵羊呢 不知道属灵的事实 不知道属灵的部分 也没有属灵的力量 所以实际上 成为毫无帮助的存在 这说的是什么呢 他们或是脱离得救的方法 然后就是用自己的努力 去做善行 也去做救济人 但是不知道福音 因为是不知道福音所做的这些行为 所以与耶稣的生命 毫无任何的关系 话也告诉我们 事实就是这一点 真的就是这样的 神赐个我们福音 又通过拥有福音的我们 救活所有的人 神为了使用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而呼召了我们 所以在呼召了亚伯拉罕的时候 最初就去看他们的约定是什么呢 创世纪师 二章一到三节的说 我必叫你为大 必赐福给你 叫你成为大的 地上的万族 要因你而得福 知道福音的我 神会通过我 能够帮助很多的人 能够救活很多的人 会兴起这样的事工 会彰显出这样的作为 耶稣呼召门徒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的话语 说你们要跟从我 我就让你们得人 如得于一样 这说的是什么呢 救活人 帮助人 在这样的事情上 为了去使用你们 所以耶稣呼召了门徒 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的话语 也说耶稣首先呼召门徒 也跟他说 为了与他们同在 又为了让他们去传达 并且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 为什么赐给他们权柄呢 为了让他们去帮助人 救活人 所以拿着基督的名 赐给了我们权柄 无论我们去哪里 以福音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救活所有的人 成为这样的政策 愿各位能够被主所使用 祝愿各位 本人第二点 今天我们看到本文里面内容说 在这地上的教会 有绵羊和山羊 是共同存在 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内容 那么分明的一点 在教会当中呢 有如同山羊的 如同绵羊的 那么绵羊是怎么样呢 他们非常知道教会 但是却绝对不信耶稣 在教会里面献身奉献 然后真的是献上神明的程度 但是却不信福音 他们就像说的 跟着耶稣的这些门徒 亲自跟着耶稣的这些门徒 当中一个人 就是加略人犹大 白太福音26章15节的话语说 结果这个犹大 他这么一样 努力地追随了耶稣 结果怎么样呢 他却背叛了耶稣 而且把耶稣卖掉 而且跟圣经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真的认为 自己是信的最好的人 这些人就是法利塞人 实际上在 菲利普书3章5节当中 保罗也是一样 他也自己说 是法利塞人当中的法利塞人 对法利塞人怎么样呢 他们为了按照神的话语 去活着 非常努力挣扎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按照这个话语 活着的话 才能够得救 所以他们的人生 也是彻底地守这些律法 所有的生活 也是特别彻底地守这些律法 不管怎么样 他们就是为了守着这个话语 去努力挣扎的人 但是呢 全部都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能够彻底地守这些话语 就能够得救吗 不是的 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 什么呢 加拿太书 加拿大师的话语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我和各位再怎么样努力 正确地 分明地去守了这个律法 但是 这一切不能够成为得救的道路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的很多人 他们也有彻底地去守的人 然后人们就会看他们觉得 哇 仰望他们 觉得很尊重 觉得很让人尊敬 这是错误不错觉的 不知道福音 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 结果就是 与主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事实 还有什么呢 那么教会里面的这些 没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在决定性的瞬间 他们就会 不认基督的唯一性 在决定性的那一瞬间 好像是信的 但是在决定性的那一瞬间 完全不否认 基督的唯一性 书行传四章十八节里面的内容说 彼得跟约翰在美门口 让这些学徒人站起来 所以就被招到法政面前 然后这些人指责他们 还有祭司 还有这些术士 说什么呢 不让他们说耶稣的名 这就是教会里面的 如同绵羊的信徒 他们的特征 就是不让说耶稣的名 石头行传七章里面的内容 斯蒂凡被石头砸死之前 他讲了正确的福音下的 犹太人宣告了 我们一直看七章的内容 可以说什么呢 斯蒂凡在犹太人面前 讲了 神把福音给了我们 而且又给我们耶稣基督 这通过先知 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内容 通过话语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你们却不听这一点 然后却拒绝了 然后姐又杀死了这些先知 现在你们又把耶稣定到实在 难道不是这样吗 斯蒂凡做了这样的讲道 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呢 我们看石头行 转七章五十四的话语说 他们不仅没有悔改 却向斯蒂凡 咬牙切齿 扔了石头砸死这反正说的是什么呢 在决定现在的一瞬间 就会否认反对基督的唯一性 我和各位 真的不要有错觉 人们都在为了按照话语活去 努力挣扎 当然也很好 但是没有福音 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到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拥有福音 要拥有基督的生命 要把基督的生命 种植在我们里面 话语告诉我们 是这样的内容 如果不拥有福音的话 结果你们努力地做的事情 但是最后却全部都是 阻拦福音的事情 让教会变得困难 这就是韩国教会现在的状况 那么绵羊的特征是什么样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福音 对福音的价值根本不知道 也不知道救恩 也没有特征 不只在现场阻拦福音 而且阻拦救恩 只是在教会里面 来非常的 为了自己的位置 命运 然后为了事情 还有利益的关系 只是跟随 对于自己有利益的人的 有向过人生 真的对于有困难的人 还有贫穷的人呢 他们完全是 视而不见 真的教会里面 有太多困难 还有艰难的人 他们对这些人怎么样呢 反而完全 背准 看着 根本就不看着 他们过去的人生 只是为自己的位置 为自己的利益 去费神 真正要去帮助的 这些贫穷的人 这些困难的人 他们完全是 视之无睹 完全看不到 就是绵羊 还有在属灵的问题 当中的这些人 他也没有办法理解 这些人 对于属灵问题的人 遇到他们的时候 对于他们 就是做什么样的 批判 定罪 然后也讨厌他们 这就是绵羊的信者的特征 结果呢 因为没有 福音于生命的奥秘 没有基督的奥秘 所以说 好像是在帮助 结果却 做促的帮助 只能这样 为什么 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去 寺庙也好 去什么天理教也好 去任何的一个宗教 都有帮助啊 救济啊 去做很多的福利事情啊 但是没有基督的福音 没有基督的生命 打怕是做这些救济帮助 其实你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些事情 跟这些天理教也好 什么也好 都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差别 今天本文的话也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我在里面 在肩里面 你们不来看过我 我吃肉体 你们不给我穿 一次都没有来照顾我 说的什么呢 只关心自己的名誉 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只关心自己的位置 真的各位 如果说我们没有福音 做的任何事情 哪怕再优秀 但是却是如神 与神毫无任何的关系 那么相反的 因为基督的名字 我们在福音当中 所做的小小的事情 哪怕是这样小小的事情 在神面前 与神有关系 在神面前所做 那么就能够享受 永远的祝福 与这个息息相关的 约翰福音12章的内容 在耶稣面前 伏伏把油膏在 耶稣的脚上 拿着油去擦耶稣的脚 拿自己的头发 去擦耶稣脚的玛利亚 我们可以看到 玛利亚的先生 但是加略犹大呢 看到这样的 先生的时候 他在心里面 有金钱的计算 但是玛利亚 是在耶稣的面前 油膏在 耶稣的脚上 拿着自己的头发 去擦了耶稣的脚 耶稣对玛利亚说什么 玛利亚的现身 是要永永远远 被去纪念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拥有生命人 他所做的现身呢 哪怕是小小的现身 但是这一点 却能够 长长久久的 永远的 主父必定会彰显出来 话语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的事实 特别是今天 说 在 右边有绵羊 还有左边有山羊 那么这左边的 山羊是怎么样呢 山羊 是拥有生命 拥有福音的 在左边如同山羊 这样的圣徒 有生命的圣徒 创世纪六章三节的话语说 人因为神的灵 一开 所以就只是属乎血气的 结果就像 福所书二章节的话语说 他们 只有属乎血气的肉质 所以就死在了 过犯于罪恶当中 话语告诉我们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说的不是别的 然后说的是 与神断绝 神的灵 离开了他们 但是这样的状态当中 神找到我们 给我们新的生命 神亲自过来找我们 因着基督 所赐给我们的这生命 新的生命 这就是福音 所以我和各位 每一天 到底要去确认是什么呢 基督的这个生命 到底在不在我里面 我们每天要去确认 我真的侍奉 侍奉着基督那一位呢 我真的拥有 他所赐给我的这个奥秘吗 那么我们在检验的时候 就会知道 我所有的人生 哪怕以前怎么样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会有崭新的开始 你生命的基督 进到我们里面的那一瞬间 我们的人生 就会拥有崭新的开始 约翰一书三章二句话语说 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的生命 真的种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了崭新的开始 不仅是开始 而且拥有这生命的我们 种植在我们里面的话 这些生命 就会直到基督的那一日为止 去成就 贝利比书基章中里的话语说 我身心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上功的 你成就这功 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所以呢 直到基督那一日为止 要成就的是什么呢 分明说了 直到耶稣的日子为止 要去成就 生命进入我们里面 有崭新的开始 那么这位基督 直到基督的日子 要去成就 他说要成就什么呢 虽然可以讲很多的部分出来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马太福音三章 十三章 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有芥菜比喻 还有面教的比喻 这说的是什么呢 虽然真的看起来 是眼睛 看得是如同 只能小鼻 还小的种子 但是因为里面有生命 就必定会长成大树 成为鸟筑巢的地方 而且还有面教 真的如果放到面粉里面的话 看不见的程度 分别不出来 但是却能够让 整个面团发起来 说的是什么呢 真正福音的生命 如果拥有的话 结果就能够全部去救我 真的如果我有福音的生命 那么现在成不成不是问题 现在有没有应语 也不是问题 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拥有福音的生命 如果住在我里面的话 那么随着时间 岁月的前进 因着这福音 因着这生命 一切全部都能够救活过来 真的愿各位 我和各位 真的知道 我们里面的这位基督 成为基督这个生命 这个奥秘 我们在知道享受 愿你们能够去知道 去享受 成为真生命的 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话 我们通过本文 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读 今天这前面的部分 讲到塔莲德的比喻 这塔莲德的比喻 说的是什么呢 只要去做生命 就能够赚到钱 就是知道基督 我们得了生命 不可能不结束果实的意思 神翻面通过我们 给我们生命 直到基督的日子 要成就这个救恩 在福音当中的我和各位 神要通过我们 去救活一切 这祝福的应允 必定会赐给我们 所以我和各位 真的在现场当中呢 能够成为救活现场的传道者 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 马太太福音 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的内容 耶稣比喻说 我们在现场里面 是现场的光 在现场里面 我们是现场当中的盐 我们不是随便地说光跟盐 我们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盐 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线上 是以光和盐而被呼召 我们在现场的社会上 我们是救活修的人 享受传道者的祝福 神必定赐给我们 菲律比书八章三到五节 使徒行传八章三到五节是 菲律在撒玛利亚现场去传福音 是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中国福音的地方 那么菲律知道这个地方 他自己所知道的这个福音 在这个现场去见证了 结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了 在这些属灵的问题当中的人 被医治 而且魔鬼退去 在这个地方 说什么呀 纳成就充满喜恶 就能够改变现场 能够得到传道者的音韵 神的祝福彰显在菲律身上 真的各位 我们说什么呢 没有福音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救急 也可以去帮助 也可以去献神 但是今天本文想告诉我们 到底是什么呢 结果性的是什么呢 你们没有福音 做的这一切 跟什么也不做 是一样的 当我们知道福音 去享受福音的时候 我们虽然如此短暂的人生 但是却在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每一天 去更加认识他 亲切 亲切 亲近他的手 哪怕是小小的一点 我们不是做的小小的 而且 确实成为 永远的英语祝福 会得出这样的果实 所以马太福音 十章里面内容说 传道者 哪怕是 给他一杯凉水 也绝对不可能 不得赏赐 是什么呢 传道者的奖赏 就在这里 这惊奇的祝福 是通过基督 赐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我和各位 我们能够成为 救活很多的人 在福音的能力当中 我们要每天 进入这里 永远的名祝愿各位 羊 是什么呢 山羊是没有物质的话 没有办法活着 我们的信仰生活 越深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我们真的更加需要 牧者 基督 更加会去寻找他 真的知道福音的奥秘的时候 成为牧者的这位基督 在这个奥秘当中 我们会更加愿意的 进入这里面 话语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样的内容 随愿福音 十章三节的话语说 牧者认识羊 然后羊也听得到 牧者的声音 会分变出来 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和各位 真的成为生命的基督 成为真牧者的这位基督 在这里面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 能够更加进去的时候 就变成能够救护所有的人 拿着福音这一点 能够救护所有的人 在这里能够被使用 成为主 用主的名 祝愿各位 成为牧者的基督 在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二十节的话语说 直到 世子的末了 常常与我们同在 提起我们这样的约定 而且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常常完成这个方法 又把这个福音 这方法赐给我 就是我们知道的 使徒行传 一章一节 三节八节 他完成这个方法 又把这个方法赐给我们 就是使徒行传 一章一到八节 直到世子的末了 说常常与我们同在 那我们首先知道 使徒行传 一章一节 讲的就是基督 这完美的基督 已经赐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一天的开始 要是以基督的应许 而去开始 在福音的能力当中 我们得应允 在这福音的能力当中 我们得力量 在福音的能力当中 我们得智慧 在这里面所出来的想法 我们要拿着这一点 去过人生 这福音的能力就是基督 我们要以这应许 去开始我们的每一天 而且这世上的现场 有三个国 就是世上的国度 撒旦的国度 还有神的国 用我福音的人 会享受神的国 而且会每天要去确认 愿你们如此地去做 愿各位每天每天 要去确认的 这个部分就是神的国 是否在享受 而且开始 是要以 完成的能力 基督 应许 去开始 去出发 每一天每一天 要去确认的 就是 享受神的国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就会来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会 神通过我们 兴起大的作为 改变现场 这一时的行传 第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 撒玛利亚 直到立即 做我的见证 我们以 应许出发 每天 去确认 是否享受神的国 那么 与我们相关的 所有的现场 就能够兴起 改变现场 圣灵能力彰显 那么 无论你的现场 什么样的现场 在这现场当中 你们就会成为主角 成为传道者 能够会被 坚固的树立 会在这样的祝福当中 进入这祝福里面 我们整理一下话语 在这地上 分明有 年羊与山羊 会分明的共存 对这一点 我们要好好的分别 才能够胜利 能够胜利的道路 就是 成为生命的基督 成为牧者的基督 我们在祂的面前 来到祂的面前 就可以了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成为生命 牧者的这位基督 不仅救过我 而且 因为这福音生命的基督 在我里面 所以就会成为 救过一切的人 我们会成为 这样的传道者 想说这样的祝福 这一切就会成为 我和各位的 在这祝福当中 所树立的 汉纳教会 圣徒 愿你们全部都在 这祝福当中 与主的名祝愿各位 我们祷告 神来感谢你 特别在最后的 时代当中 教会当中 有山羊与绵羊共存 虽然如此 但是让我们 能够好好的分别 能够胜利 感谢神 赐给我们基督的道路 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每天 在基督 牧者面前 能够一步一步 更加深层的 进入里面 给我们的汉纳教会 全部能够进入 这个祝福里面 所以因着福音这一点 能够享受 救活一切的人 成为这样的传道者 能够 祝一下这样的 公愿神 祝一下这样的祝福 不活着的主耶稣 祝福感恩祷告 阿们 祝福音 partimizi 未 Did 出ficc 阿们